哇 耶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这就是妥妥的皇冠 以前那个是分叉的叉 皮的皇冠 跟大家说一下 本人现在呢 已经到达了剧组 我们这几天 就是把行李 全部都搬来酒店 然后刚刚才 整理了一部分 就是一个很夸张 很凌乱的一个场面 我说实话 这个真的不比 我拍王铺套的时候多 因为王铺套 我自己带了很多衣服 鞋子 包包 首饰等等等等 但这一次的话 就没有这么多 因为就是服装啊 基本上都是剧组来准备 然后妆发这些东西 也不需要我带 我自己就带了 常用的化妆品呢 吃的倒是带的很少 就是用的 自己真的是该用的东西 我肯定是就是稍微的整理一下 我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我跟你讲 睡觉是什么东西 修仙的人是不需要睡觉的 睡觉件事情与我不关 哇 这个通宵 我的天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那天的行程 夸张到我简直 怀疑我的人生 我们呢 落到了早上7点钟 8点钟回到了酒店 我睡了一个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随便多 就出发 到那边吃 然后跟我们呢 热身一下 11点 11点半开跳 跳到了晚上的9点钟 除了吃饭的时间 你知道有多可怕吗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是飘的 然后那天是廖伯跟我一起 我说还好有你陪我 我这心里边还好受一点 我就看到我们两个跟丧尸一样 第二次录制就是 后来我实在是不行了 我跟导演申请 我说导演 我真的要回去睡一下 不然我可能要过去了 我要 好了话不多说 我是来诉苦的 你知道吗 看我现在的脸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我这两天睡得饱饱了 哇睡到中午 天哪你知道有多开心吗 那天梦里 我还梦着什么祥云 什么东西的 还梦着博之姐姐 就是各种梦着很开心 很开心 精神状态就回来了 还可以继续当一个铁娘子 好 我来看看铁娘子来这个剧组 都带了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的 衣服呀 袜子呀 然后帽子呀 各种鞋 我的专辑也带过来了 我的面膜 然后这是我的通告箱 这个通告箱好早啊 我的天啊 这个通告箱 勇往直前练上你的时候的通告箱吧 就这个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这个剧组的凳子 我再推荐给各位兄弟们 网布道的椅子跟这个一样吧 一样 红天蓝是这个颜色 我的是绿色 那天特别好笑 我第一次见红天蓝的时候 我说你的椅子跟我一样 只不过你颜色不一样 然后后来就在买的时候 已经是买了红天蓝的颜色 这个椅子非常的舒服 它不是还有一个脚垫吗 有啊 还有个小脚凳 可以放 还有个小抱枕 你还可以放 这么长的小 剩你小 可以一支整个 就很爽 我跟你讲 反正这个椅子特别好 然后它扑星扑星的 扑星扑星是韩语吧 对啊 加一下大家一个韩语 扑星扑星 扑星扑星就是软软的意思 有弹性的这种感觉 就要说扑星扑星 比如说有一个人很有肉感 弹它 你就可以说 哇你真的很扑星扑星 那个人肯定想打 你的人就合约 扑星扑星 然后这个呢 是我带的鞋子 这是一部分啊 哎呀 这是我的臭袜子吗 哦 我要准备拿去洗的臭袜子 我已经穿了 集中起来 我跟你说 这个Chloe的这双运动鞋 真的非常的好穿 很舒服 而且它还有增高 然后百搭这个颜色 我跟你讲 我真的推荐大家买这个颜色 我最近就是特别爱穿这个 Loss in Echo的这双鞋 很好穿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百搭 它是皮质的 然后Chloe的这双鞋 都是用环保的垃圾做的 所以是 它的意义很好 这双鞋也是Loss in Echo的 我很喜欢这双小皮鞋 蛮百搭 我带了两双拖鞋 我的这个斯凯奇的这双 真的巨好穿 我跟你讲 你就踩上它 你就觉得你踩上云朵上面 然后还有这个LV的这双拖鞋 怎么造都可以的拖鞋 然后Fashion的拖鞋一双 然后还有戴了Celine的这双 也是超级百搭的 很复古学生妹的一个 这双鞋 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牌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天男生们都问我说 你怎么那么爱穿方头的鞋 他可能是看到我这双方头 这双方头的鞋 我说你不知道吗 今年方头的运动鞋是流行 这个方头鞋很百搭 反正就是阳气的一个款式 这衣服不算多 就上面摆了箱子 Michael Kors的这个系列特别好穿 看这个是一个小外套加一个裙子 还有一个短裤 均绿色的特别好看 这条裤子是我最爱最爱的裤子 是我在韩国买的是男生的裤子 它是有点裤裙的样子 超级百搭 然后就是各种的运动裤啊 白色的 有蓝色的 有灰色的 然后还有油尾的这条裤子也特别好穿 三宅一生的这一套 我特别爱这一套衣服 Morningko的这个小背心啊 各种的 运动的 这套可能我弟弟穿都可以了吧 各种各样的袜子包 三袋 好 大概跟大家就是来了这个room tour 之后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妈妈给我寄了 海南定安黑猪肉粽 路过定安的时候 我就去买了一点小黄牛 然后呢 看到那边有粽子 正好是我跟妈妈 还有爸爸 还有弟弟 我们一家人 我那天不是特别想吃 我就买了四个 然后开了两个 我说两个回家再开 我跟你讲 一上车 你知道好吃到 我们全家人都在抢 然后你就把剩下两个都开了 全部都吃光了 真太好吃了 然后妈妈昨天 去买完了以后 就让直接真空打包 就给我寄过来 如果要是喜欢吃 咸蛋黄黑猪肉粽的话 就可以去买 那家叫吴老汉 特别好吃 运输几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就拿那个蒸锅来蒸一下 把它蒸熟了 刚刚我一样酒店帮我蒸好了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特别好笑 我太饿了 太饿了以后 我就自己扒开一个粽子 那肯生粽子 因为它里面 就是它不会给你蒸的特别熟 这样的话会坏嘛 然后我就把旁边那个 稍微熟一点的全部 不过就用牙来啃干净 啊 这个太好吃了 特别辣 什么人间美味啊 看到没有热气腾腾的 咸蛋黄的黑猪肉 你知道 有多足吗 我要拍的 妈妈也好多 家乡的味道 你懂吗 这个好吃啊 它这个糯米的味道 然后那些猪肉 和咸蛋黄 已经满满的浸到了这个粽子里面 那粽子旁边就算没有馅儿 是特别好吃的 海鸭蛋的那个味道很香 对那咸蛋黄你知道吗 都流油 大家可以搜海南定安的 不一定是吴老汉这家啊 我只是觉得这家比较好吃 我觉得你们此刻看我吃粽子 应该非常的残忍 如果正好再半点的话 那你们真的也太残忍了 好的 我刚刚吃完了粽子 非常的非常的开心 主发问我说要不要喝水 我说不喝 让粽子的鱼香 留在我的胃里和嘴里 好了 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来剧组都带了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三个东西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瓶 这个叫做 Norava 这是坤姐给我推荐的 我那跟她按摩 因为她说她那个肩特别难受 我说来我给你按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 王姐的手艺 然后摸到她的皮肤的时候 我说我天哪 我说你的皮肤怎么这么滑 我说你没有毛孔 就巨滑 我别嫩嫩的你知道吧 她说那个我用那个身体乳啊 我说什么身体乳 她说你居然不知道这个 我说我不知道啊 她就马上推给我 我就买了 她说你试试看 然后呢我第一次 我买回来 我立马就用了 我用了大概三到五天的时候 我的皮肤就开始滑了 然后她说是有美白的这个功效 我跟大家说 目前我是没有感受得到 但是我的皮肤是真的有变化 它是因为好像是有一个去鸡皮的这个功效 确实是觉得鸡皮又去掉一些 然后很滑 如果你想要你的皮肤变滑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个 然后呢就是这个 这个叫INN 这个牌子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自己做的 他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的这个身体乳的喷雾 那天是这样子 他就跟我讲 他说爱飞 我新产品出来了 你试试看 到了以后 我是觉得他首先他的包装特别好看 他就两个系列 一个银色的系列 一个白色的系列 我说你自己最推荐哪一个 他说银色的 然后我说行 那好 我就先用银色的 然后他这个有一个 沐浴露 是这样子一套的 我就先用这个沐浴露 然后再用它这个身体乳喷雾 用完了以后皮肤真的很滑 首先我特别特别喜欢它的味道 第一天用完了以后 我穿了睡衣 第二天第三天 那个睡衣上都还是这个 身体乳的这个味道 特别香 而且是那种高级的香味 就觉得天哪 你就是一个花仙子的这种感觉 远距离是喷雾的状态 但是它近距离是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喷 它就会变成这种质地 这种baby的花香的感觉 就是还没有盛开的baby花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感觉 我最喜欢它这个喷雾的原因是 它真的太简便了 身体乳啊 一般还要挤一挤 然后擦一擦 擦一擦擦一擦 它这个就是 12345678 22345678 大概四个八拍 15秒钟能喷完 剩下15秒钟 你把它抹匀就好了 30秒就可以搞定 365度怎么喷都可以 然后它出来的那个喷雾的这个东西 它也不会因为它的角度而影响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它说这款就更润一点 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这种喷的身体乳喷雾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的 还蛮新奇的 这个是绝肢系列 然后呢绝肢系列就是保湿滋润的 持久留香 它有个甘油绞砂丸 适乳适物 随心切换 香肠分不清楚 我觉得 它这个太可爱 而且它真的不黏腻 很容易吸收 刚刚我说的是白色这瓶 银色这瓶是VC 保湿水光滋润 男女都可以用的 就夏季都可以用的 这两个是我特别特别推荐的 这个牌子 大家可以试一下 非常的简便 如果你是一个男女孩的话 那你绝对会需要它 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喷的时候最好是 站在垫子上 擦上身体就直接喷了 因为它是喷雾嘛 喷到地上它会有点滑 好 这个是身体乳 然后这个是沐浴露 就我也刚刚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还带了这个 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 牛油果 P-H-I-L-I-P-B 这个叫做 海盐厄离头皮抹沙膏 但是厄离就是牛油果的意思 特别清凉 非常适合夏季 然后这个我给很多人都发过 然后送给他们 所有人的反馈都非常的好 就用完以后 整个头皮很舒服 它就这样大颗大颗的海盐 它的泡泡很充足 它就可以完全当洗发水来用 一周里面你用一到两次 夏天的时候 完全刷新你的世界观 你真的会喜欢 你会爱死它 好 接下来就是分享 欧勒B的护牙龈的漱口水 反正它里面是白色 就是透明水 上面写得很好笑 舒缓牙套和假牙带来的口腔不是 直击牙龈和口腔角落 就比如说你有牙龈的肿痛啊 或者是有牙龈发炎啊 前两天 就我这里上有一颗牙齿下牙 自己就开始疼 一开始酸 然后呢慢慢慢慢吸空气就开始发疼 整个牙就疼到我根本就无法吃东西 无法咬东西 我说话的时候不小心这样 碰到就会聚疼入面 我说完了完了 我怎么办 我不会牙掉了吧 赶紧上网查一下 什么牙齿有小裂缝还是什么东西 你就会疼 或者牙瘾有问题 牙根有问题就会疼 赶紧去医院去检查 我拍了片子 然后医生也看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就疼 骑了拐斜了 然后何圆圆就给我买了这个 试试这个 它有一段时间 它也是牙齦疼的以后 它用了以后就能舒缓很多 反正我最近就是一直 有在坚持用这个 有在缓解我的这个疼痛 这两天偶尔偶尔 就是可能西风会有一点酸 但是疼已经消失了 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这个 然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洗脸的 我跟你讲 Lamer这个是绝对 是我真心想给大家分享的 不是说我因为我 拍到他们家广告 才跟大家分享 这个确实 我说实话 Lamer用完了以后 有刷新我对它的感官 就以前我可能觉得 大牌的护肤品 不太适合我自己 其实我之前没有特别使用 特别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用过这些大牌 第一次接触 Lamer 先是这个乳嘛 Queen姐给我送了这个生日礼物 这个是小瓶的 她给我送了一个大瓶的 然后后来 我就是用了这个 这两个用完了以后 我就真的有刷新我的世界观 它是这个 修护精华 它完全都是用手工的提取 这个深海海藻 所以它的修护功能是非常强的 过敏啊 长小红点点啊 我用完了以后 到第二三天的时候 它就基本上全部消失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洗面奶 我以前有非常多的洗面奶 朋友来我家 我说你拿走啊 拿走啊 拿走啊 全部都分享完了以后 然后到我自己 我就没有了 这个是花花给我的 花花给我的 姐你自己没有洗面奶 那正好我有带一瓶 这个新的我给你吧 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哦 超级好用 就是洗完脸 然后脸 巨舒服 它的泡沫也很风盈 然后用完了以后 你的脸不会觉得特别干 这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 然后它的香味什么 都特别特别好闻 就很舒缓的香味 好 这个是我有带到剧组的东西 然后呢 就是这个精华 它这个是银座的日月精华 金展 早上这个是有P两个加 MOS三个加25的 这个防晒的功能在里面 粉红色的主液体 对 晚上这个精华是一点点 它有点水状的 看得清楚吧 水状的 这两个 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用的精华 用完了以后 脸上的补水效果很好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夏天到了 那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必备的 就是防晒 它这款非常的轻薄 这款是真的喷脸没有问题 你看它的雾状 非常的轻薄 它喷出来是透明状的 你看 你看透明状它不是白色的 水状的 喷完了以后 你就这样拍拍 吸收的特别快 你看它完全就吸收了 它也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就很干爽 这是我特别喜欢用的一款 成岩医生的这个防晒喷雾 它是真心好用 就它上脸之后 它是能够迅速的成膜 它能保护你整个的这个脸部 就阻隔你的紫外线 喷完了以后 你不会觉得你皮肤有干 然后什么 笑起来觉得 怎么突然我这个蚊 怎么被卡住的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我用它 都是化完妆了以后 我再用它的 就是什么脸部啊 还有我的颈部啊 然后还有身体啊 就露出来的地方 全部都给它 来一个大喷 而且呢 你完全不用担心你会化妆 不会有这种问题 如果你担心你会化妆 你可以先远的喷 这就是我脸部喷完 完全不会有什么 白白的呀 或者是有哪一块结块呀 不会有这种问题 它是防晒 SPF50 PA是四个加号 所以它的防晒功能是非常强的 因为当时我是带颜的成岩医生嘛 所以 净土八百给我就是 记了很多 天我这里自己买了 但是呢 真是好用的 这是又要给大家分享的啊 这个叫做 TOPRU LAB TOPRU 这个是韩语啊 这个叫做 白白的 算是鼻祖吧 反正这个牌子真好用 因为我有用过各种白白 因为我知道全身擦白白的 我非常的费白白 它是能够上脸的 比如说有些客人来家里 哎 你觉得你不想化妆 然后让别人觉得你在家里还化妆 哎 这个时候呢 朋友来之前我就会涂在脸上 因为它非常的滋润 它是有护肤的这个精华在里面的 你就像擦乳一样 你看它很润 然后你看两个手 就像抹白白 刷大白 抹白白的意思就是可能抹脖子 刷大白就是全身 都不知道有一次 就是腿啊 手啊 还有哪里全部都漏出来 就有三个人吗 还是四个人抱擦 一边一只手一边一只脚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只能这么擦了 擦完了光泽都是特别好的 这个时候我强烈推荐给大家 什么时候给我出一个身体乳的这个喷雾 给我结合一下这个白白 Kristen 你们拍一下 好吧 然后呢 这款白白是我真的用过 觉得最自然 且它真的白 且它真的润 就是有一些白白 就是你涂完了以后 它是会掉墙皮 是第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会 就蹭衣服蹭的特别厉害 它倒也是会蹭的 就不可能不蹭 它不是镶嵌在你的皮肤里面 OK 无论任何白白 都会蹭一点衣服的 只是蹭的多和少 如果要是有人知道是哪一款不会蹭到衣服的 那你要告诉我 我来试一下 好吧 然后这款白白真的是特别好玩用 这个素颜霜素颜霜 好了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这个 艾尔博士的酸奶面膜 我第一次知道它这个东西里面是有吸铁的 诶 可以这样子的哦 我一开始想说 这里面什么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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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的这个感觉 然后它你涂在脸上 它吸收的也蛮快的 因为它是白色的嘛 然后过了一会儿 它这个白色就没有了 很舒服 涂在脸上 你看 它是这种水水润润的 这种感觉 它涂在脸上的感觉 会有一点点凉凉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它有点 换肤的功能 它会让你的脸色 会提亮一个色号 这是我觉得 还挺牛的一个地方 我买了一瓶给我妈妈 是因为我妈妈这个人吧 她不喜欢这种肤的 没人喜欢涂抹面膜 奇了怪了 是不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 反正这个是我觉得挺好用的 一款这个涂抹的面膜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吃的营养品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几款是我每天都会吃的 这个我之前 也有给大家分享过 这是维他命C 这是韩国的牌子 YUHAN 它的这个维C的成分 特别的足 是我一直都在吃 真的吃得超好 我吃完以后 我整个人都 觉得自己精神 然后这个是 我又一直在吃的 Metal Q 我也给妈妈吃了 这个是饭后 吃两滴 然后这个是早上空腹吃 然后这个我一般 会跟我的小圣顿的燕窝 这个几个早上吃完的 我买的是75克的 因为它会冻冰箱嘛 然后如果 早上来不及 把它温的话 我会加一点温水 大概75度的水 这样搅一搅 它就变成了45度 然后你这个时候 就可以 往里喝了 再吃两滴 随着这个燕窝 一起喝下去 这是我代言的 LifeSpace B420 一身军胶囊 然后呢 每天吃饭完了以后 诶 正好吃完粽子 我也吃一克 吃差不多了 你看还剩这么多 没了 比如说像我刚刚吃粽子 偶尔真的控制不住 然后 还有昨天晚上半夜 我点了一个麦当劳 我真的太饿了 我有点胃疼了 我说不行 我真的要吃点东西 诶 你知道他们多绝吗 这个酒店 没有任何的零食 给我点小饼干 或者什么鸡爪子 也行啊 没有 虽然说你有时候 就是你特意的说 你要去控制你的饮食 但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你就会要吃啊 对吧 身材管理嘛 你可能就要吃 它也是能够帮助 改善我们的这个 抑胖体质 每天饭后会吃两粒 也是能够有效的帮助 管理好我们的身材 它不是那种 立马的 给你来一个 从这样变成这样的一个 它不是神药 你知道吧 它就是长期服用的一个 有益生菌的胶囊 长期服用 它能够帮助你 改善你的这个肠胃的 这个功能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个 瘦子菌 这个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的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各种茶 什么牌子就不用说了 反正就是药店随便买的 就菊花茶 金银花茶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 从新的金银干到 菊花枸杞绝明紫茶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效果啊 那天我不是熬夜吗 然后小海就跟我讲 他说你去买点菊哈 清干利费 反正就是 让你的肝不要负担的这么重 我就搜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好不好 我没喝过 我试试看哦 这个就它这样一盒一盒的 这是普通版 我今天还有一个升级高级版 我就说 大姐必须来一个高级版 就加了一个这个 里面有 西洋参 还有铁皮石壶 还有紫灵芝 就高级版多加了 这个经典款是198 高级版是298 反正能有点用就行 这是我觉得我需要背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还背了筋膜枪 是我用了很多款筋膜枪 之后我试到这款 让我觉得 大型眼界 真的很实用 就比普通的筋膜枪 它没有那么重 也有很多小的 就比它轻的筋膜枪 但是呢 都力度没有很够 它是处于中间值 但它只有两个口 一个肩口 一个平口 就平口的话 它是一般打这个 比如说这种大腿啊 腰部啊 屁股的这个作用 然后这种肩口的话 它是打 就是这种穴位 就打什么肩颈啊 这些地方 手臂的这些地方 是这个牌子 给它 然后这里有个mini 它有个M1234 M的功能 是自动打 但我一般都喜欢用E打 就已经很够了 而且它特别轻巧 你打肩膀 打一会儿 你都没有觉得你手酸 这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 筋膜枪 分享给大家 然后就是 我还带了这两瓶 一个是储满的 贝贝剑 仓库捞的吧 应该是 我跟你讲 直播间的那个地方 真的好像大型的超市 我们就到那边 各种的选购 然后发现新大陆 好多的那个瓶 我都没见过 我说天哪 这都是什么呀 我如果有机会 能去直播间的仓库 你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的好逛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用 它就是一个储满的喷雾 喷喷床啊 喷喷地毯啊 这个沙发什么的 这个我会背上 然后呢就是这个 我们的Ratuals 天然花园系列 这个是香香的 让整个房间都香香 这是必备的啊 这个是 之前有给大家分享的 极热水壶 这真的太好用了 其实不管是不是剧组 这个都是我一直会带的东西 威尔逊 200多 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已经用Lime一个了 它真的是我用了这么多 极热水壶 唯一一款出水 没有任何塑料味的 因为很多水壶 它烧到了这个热水之后 它是有一股很浓的 这个塑料的味道 我真的不行 我嘴巴真的非常的尖 只要是那个味道一不对啊 立马给你尝出来 它完全没有 我记得我推荐过一次 就是有宝宝的 就来问 真的是不是没有塑料味 它害怕我是不是打广告 还是什么东西 我说真的没有 没有 这真的是我自己用的 可以放心的用 因为宝宝要喝水啊 冲奶啊 半夜 这个就很方便了 还有我会带什么 这个是我一定会带的音响 然后呢 就是 虽然我也不知道 我有没有时间玩 但是它就是带来了 盐盐送给我的是 很贵的小花瓶 因为我海南内有新家在装修 所以拿回去摆了 妈妈那样打开来送 哎呦 这个花瓶漂亮哦 谁送给你的 这个花瓶这么漂亮啊 我说你放了也不要动 因为每次我回去 我都要跟他讲 一些东西不要动 我回去再放 因为它会乱七八糟摆 放完了以后 哎 我跟你讲啊 我爸我妈可好笑了 哎 我上次那个什么什么呢 没有啊 我说我明明寄回来 我没看到啊 算了 我以后我就跟他讲 不要动我寄回去的东西 点药水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我看某书上面写的说 这个湿王的眼药水 能够去这个黄 因为我眼睛有一点黄黄 那你能坚持用吗 请问 你天天就放在包包里 他们说这个东西 得去靠激光 它其实就像是 你长的痣啊 这种感觉 我相信也会有 很多人有这个方面的困扰啊 如果哪一天 我用到一个产品 是真的能够去 眼睛里面的黄斑的话 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元气达人的暖紧贴 真的也不用多介绍了吧 它是我真的 目前用过暖紧贴 能最好用的 而且时间最长和最热的 这是我必备的 我一定会买的 然后这几款 是我会带到剧组的面膜 是我韩国的姐姐 给我从韩国寄过来的 然后就在Olivium里面 各种的给我买 我觉得这几款 其实都挺好用的 戴科的这款也很好用 然后还有这个 也是韩国的 它不是效果真的巨好 D-E-R-M-A-L-A-M-D 反正我寄的是200多一盒 然后5片 不便宜这个面膜 这个镜子 因为它下面这里是有吸盘 就你放到这边 它可以吸一下 然后它才不容易倒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是它这里可以充电 然后它有三种光 淡一点的黄 白 和再黄 我一般都会用中间的 白光冷光来化妆 这样子的话 会看得比较清楚 跟你讲 这个化妆包当时 也是一个礼盒里面的 哇 这化妆包太 那个什么了 现在 盖子直接掀开 化成这样 大绝了 然后里面有 我带了几个眼影盘 然后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化妆品 有几个好物 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吧 我最近再试一个 头发增长液 因为我之前有用 什么眉毛增长液 还有眼睫毛的增长液 都还蛮有效果的 然后最近我有看某书上面 有写就是用头发的增长液 来涂眉毛 然后就长 我最近的眉毛 确实是长得还挺旺盛的 然后我顺便也把 就是发际线啊 这个地方的 也抹了一些 然后但是呢 为什么没有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用完了之后 我停了大概两三天 我开始掉头皮屑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从来不长头皮屑 我那天有说 天啊 我为什么会有头皮屑 我是老了吗 我整个一个大尖叫 在那个厕所 后来我才想起来 我说 好像我前段时间 就是有在这边 有涂一些药 就让头发增长 后来我就不敢再涂在这了 不然的话 你一步涂吧 它有那个头皮屑 就真的是很难看 但是眉毛这里的话就没有 所以我再继续坚持用这个眉毛 我当然试试看 如果有用的话 我推荐给大家 当然啊 这些都少不了 消毒的酒精啊 免洗洗手液啊 然后包括口罩 这些都一定是必备的 好的 那这一期的这个 小王禁组带什么的 非常完美 好物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看什么 当然随时在弹幕 或者是评论里面 给我留言 好吧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